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收奥迪是哪台车 奥迪A6 小朋友记忆不错 你没有因为体态变瘦脑容量跟着变小 脑容量没有脂肪是不是 难得了好不好 我们频道出现A4奥迪的车型 很多奥迪的车迷都会到我的IG留言 IG顺便放一下 我们IG也是有在更新的 给一些稍微年轻的族群也追踪一下 不要老是混失业脸书 这个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说终于有奥迪了 可见这个奥迪也是 还是有一群观众 是喜欢这款车的 偶尔也是要照顾一下小小的群众 你有没有发现奥迪的群众越来越小 好像已经过了比较风行的时代 越来越视围了 你有没有觉得 路上奥迪越来越少 所以我告诉你等一下我们就利用这一点 抓着这一点 砍它价钱 2014年的A4 35 TFSI 1.8T的 这个是AVANT旅行车的版本 它今天如果四门的 我可能就不拍了 我们已经奥迪很少收了 还有四门 Sendain 就没有拍的意义了嘛 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车开在路上 还有什么感觉吗 应该已经觉得是旧款车了吧 旧款车吗 可是你要说很旧好像看起来也不会的 就是这种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不心不救的感觉 嗯对 举个例嘛 像哪一种艺人 像例如说像陈汉典那种 不心不救 终身带 终身带 对对对对 这个嘴巴 你要说它大嘴 宽嘴又不大 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很屌 嗯 大嘴巴 现在这个嘴巴不大了吧 对 那这个灯具 大家都有了 像你看连Toyota的灯具 看起来都比它 比它酷了 对吧 对啊 现在连我们的Altis的灯具看起来都好像比它还要动感还要流线 还要科技 我看它Mikirin的 容量不错 245 40 18 21年的 有点旧 差不多该换了 18吋女圈 看一下外表顾得如何 好不好 S9 有大包的 还有侧群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里程数好了 这里程数多相信我也是不会估的 依照我的习惯我刚偷看过了 对不对 好不好还是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椅子也有CL S9 观众朋友已经知道我刚一定偷看过才会拍 车太差我应该也是不会拍 不错吧 上下车的地方 门板的GP 其实还不错啦 它这个有这个法斯纹的这个装饰 这个内装算是保持的还不错了 还有这个上下车的地方 它这个胶膜还没有拆 还黏着 还黏着 还有点蓝蓝的 蓝蓝的薄膜还在 刺拟膜还在 还有平靶的S9方向盘 这当初新车是195万的定价 你的钥匙怎么没有CaseLine 所以钥匙要插对不对 嗯 来7万1000公里 每次发动这种进口车听这样 BPP就觉得很可怕 Switch off Ignation before living car 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欸 When stationary apply break Pandle fire selection gear 我给你讲怎么都英文的啦 你看这个所有的按键 保持的真的是挺不错 你看这些按键 哎 顾得很好 黑天棚 全景天窗 对那时候全景它的天窗是旋钮的 太久没有估奥迪都忘记了 它转是什么 转开喔 转它要多翘啊 暗是遮阳连啊 有没有 太久没哭浩迪 觉得好新奇喔 我目前看到啦 除了这个方向盘有点亮 跑7万公里 这是真的算有点亮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 它本来车的问题 因为你看这个车主 我觉得它应该是蛮顾车的 它所有的按键 都没有任何的拖漆 没有地方可以尿啊 我们先把它熄火 看一下外观有没有可以尿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嘛 开这种车的人都是斯文败 不是啊 西装暴徒 每次都 呵呵呵呵呵 想错 想错成语 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外观 外观看一下 外观看一下 这胎毛还有 虽然21年的 它应该后期开很少 保险杆 小小的刮伤 很小啊 出辣推一推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看没有电尾门 可以尿吧 我们2014年 那年代还没有 10年了 电瓶在这边 电瓶在这边 这个都没拆你看 磨都没湿 磨都没湿啊 龟毛 这种就老水啊老水 你看 其实我觉得这灯具可以换 这灯具我相信 应该可以把它换成更新款的 整体起来 应该氛围感会更好 保险把它换成更新款 我相信应该 有在卖 看起来就会更像现在 新世代的车 这个就是奥迪的一个好处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拍应该A5的时候 我有讲过 A5 A15 A15 对 我应该有讲过 其实奥迪的好处是这样 因为它车型 感觉变化没有很大 嗯 对 那一些虾妹 它可能 搞不太清楚 你知道 就跟什么一样 你知道 Posha一样 Posha那个新旧款 好像长得差不多 那个样子 你有时候 改个新灯 不要看起来 老老绰绰黄黄的灯 有些虾妹 哇Posha 搞不清楚 到底新款旧款 而且有些Posha 老款搞不好更贵 哦对啊 911那种老款的 还气冷的 那种贵的要死了 那虾妹一看 哇保时捷 怎么那么老那么旧 还不知道 大概一台要五六百万 外观真的还不错 没什么伤 没什么伤 就这里一点点而已 小碎石 五点 只有这边一点 它的点很少 黑车一旦有一些 这个被石猴打到 应该会很明显 但是它我觉得算少 好看一下板件 头灯也是蛮亮的 都没有那种发黄的迹象 这看起来 长期应该都是停在车库里面 都干的 干巴巴 好螺丝没拆 引擎盖螺丝也没拆 叶子板两边也都没拆 这干的跟什么一样 另外在发电机 你看这米秀 我自己看看到里面去 全部都干 连油气都没有 怎么这样 而且它连这种电镀的地方 完全都没有氧化的情形 这一看就是车库车 OK 螺丝都OK的 靠腰这不用看 这几乎都是元漆 看什么看 你知道吗 这个车我只要 我看它的外表的漆面的反射 我就觉得这台车 应该90%都是元漆 比如说我站在那边 客人车开进来 要顾车 我站在那边 看它开进来 停下来 然后我就会把踩钩这样 我说 没有要收 然后踩钩就会跑去 对 不好意思 这台车我没有收 我看它这样开进 听它引擎的声音 漆面 或者是它的 养护的情形 轮胎的情形 铝圈 还有它的叠盘的情形 有没有顾车的感觉 你懂吗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有些人过去你就想要电话号码 要LINE 要IG 有些人走过去 你就不会想要要IG 会吧 就是类似那种感觉 车也一样 过去你就不会想要收 就类似那种感觉 不是说我们很神还是什么 就是有些就是感觉不对了 感觉对了就要出发 感觉不对就不用出发了 我有自己的步伐 好不要看了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们干脆因为有摄影机在拍 我们把车主叫进来 直接问他 有没有元气 没有元气 等一下 我们用网军霸凌他 看我的感觉对不对 要不要 你赌赌看好来啊 什么赌赌 不用赌啦 我们有摄影机可以霸凌人家 接下来我去把车主叫 不要说我们你要卖多少 每次都我一个人在这边撑 我直接叫车主进来 然后在他在镜头面前 看说这台车到底有没有90%元气 就这么简单 等会我去把车主叫进来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发意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力 耶 来了 我把车主直接弄进来霸凌了 霸凌慢了啦 可是你不是开场都会拿什么 一盒檳榔请 那是没戴眼镜的时候 才会要穿花衬衫的时候 欢迎我们的郭贤哥 郭贤哥 这个大概是从我小时候 会出现在哪里你知道吗 那个文具行里面 会有那个小张的那个照片 我也是说汽车挡泥板 我也是在挡泥板 一般男生不会有啦 有 那个文具行会卖 小张小张的那个照片 你有在收集那个喔 小时候有啊 闪亮的心永远爱你 哇 感觉是闪卡那种感觉 对啊 你有在收集这个 拜托 为小虎队开死也没 对吗 我这笔都起来了 对啊 你一个男生收集这个干嘛啦 我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拍YT 会见到小时候在书店 看到那个照片里面的人 你小时候看我那个照片 我现在长大后都看你的影片 什么感动的事情 对不对 由那个小张的那样一直看 看到现在 看到现在 本来都白了 哈哈哈哈 你没看看看看看 看那个我的照片里面的墙壁 喂 对对对 这不好乱说的 不好说的 我们要讲车 我们要讲车 我们不是讲车的啦 我们要讲车 这个国弦哥这一次啦 我差点讲国币 哈哈哈哈 呸 哎呸 这个14年的Avant 听说是买新车到现在 对我买新车到现在 我上一台车是C200 但是我开5年 大概也是开了5万公里 然后我就卖掉 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好开 然后那时候朋友强烈建议我说 不然你试试看Audi 明天会喜欢 结果不知然我去Audi看 一试我就爱上这台车 然后一开开了10年 想必10年前 那个时候应该是还蛮好捞的 蛮好削的 哈哈哈 演艺工作还不错 不要乱讲 是蛮实在的 对对对对 但现在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对对对对 可以讲这样好像是大环境不好 我来卖车 对不对 对为什么卖车 如果有在关注 我的朋友就应该知道 因为我在这两年当中结婚生子 很快很急啊 对 那因为有小朋友出来之后啊 你再开这个车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因为这个车本身它是比较低底盘 对 然后因为我们 加上我们年纪有了 要上这个车子 我们自己上去就已经 哎呀 油这么滑 对吗 没法 再加上小孩 你要再抱小孩 再弯腰下去 哇那个 你的腰很快就称不了 有啦 它有另外一台车比较高的 所以后来我老婆就说 不然这样换一台 比较高一点的车子 我就抱小孩就不用这样子去弯腰 因为我小孩现在已经一岁一个月了 对 然后从他出生到现在 这台车我只开了两次 蛤 一次保养 再一次是来你这边 蛤 那中间大概我每个礼拜都有固定发车 因为把电名没电 对 难怪跟我讲的一样 我刚刚说这个轮胎明明是21年 但是这个胎毛都还在 所以代表说换完之后其实很少开 我轮胎换完之后 我开不到两次 对你看跟我讲的一样 你很厉害 而且疫情期间 因为那时候刚好也不瞒大家说了 疫情大家都没工作 我没人待在家里面 我连门都不敢出 所以那种线上我车就没什么在开 对对对对 给都是开去买菜而已 所以就变成说 在后期的时候几乎没什么用到 对 我看你的这个内装啊 顾得都很干净 很漂亮的 你是本身就是很爱整齐的人 因为我有洁癖 你有洁癖 你什么新作你有洁癖 我狮子 狮子坐我喊那天啊 狮子坐无杰癖 真的因为我第一个上我车不能吃东西 不能吃东西 连我自己我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在车上不要吃东西 你在车上也不吃东西 因为很麻烦就是你一定会掉屑屑 再一个就是可能会招来 老鼠是不可能啦 蟑螂或蚂蚁都有可能 因为我刚刚我车 我朋友车上面 他不整理的 车上面有蟑螂 有蚂蚁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有哪一些 某一些女明星的车上 我们就不讲是谁了啦 我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了你就会知道了 所以我车子我是要求到干净 就是因为我上都有一个 专门是擦灰尘的那种静电的布 专门去擦那个灰尘 而且你不能用抹布 抹布会把那个表面去抹上 即使没开 我其实还是一个月会去洗一只车 因为你摆了一面还是会有落神 那你所以还是要洗 我甚至都怀疑你 是不是戴Michael的白手套在开车 没啦 是不是有那么讲究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车子你每天在用的东西 你坐进去就是要舒服 舒服是什么 第一个是要干净 整齐干净 那你有没有数过说在 不行这不方便 数过什么 不方便问 最近刚结婚我还是不要问 数过什么 没事 最近小孩子刚一睡一个月 我们换别的话题 再来就是你开这台车 10年的期间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这台车的花费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有印象 特别贵的花费 因为其实我就是正常保养 然后因为我没有什么 都在原厂吗 10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有在保固内 5年内我在原厂 5年之后我其实在外面保养 对 因为大家也知道 欧洲车版就是这样 你进原厂 基本保养 1万5起跳 对 然后如果是遇到3万那种 5万的那种大保养 3万起跳 3万起跳 我想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你如果还有要换什么 不三单这样 对 就是往上再加 对 后来算一算 那个成本其实有点高 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 拿来 拿来小孩子的副食品有多好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欸 现在怎么大家都在小孩啊 我们前面那个 Mountain哥来卖车也是小孩 那大家来都小孩 因为他小孩两个要去泰国念书 那没办法 对啊 我们的频道来的都没有年轻一点的嘛 对 除了保养比较贵以外 其实换零件上面 你没有印象有什么特别贵 特别大象的零件更换 有 换零件 灯很贵 你有换过什么灯 灯泡 灯泡很贵 HID 对HID HID灯泡一个要 我那时候去问一个1万5 哦 我那时候不知道 可以换灯泡 你整组换 那时候那个人给我说要整组换 安定器都换 对对安定器什么都要换 他说那时候我记得他给我报个5万 5万还多少 就是我听到我吓到 我赶快再去问说 我说我先不换 我去问一下朋友 就说我朋友说你白痴 换灯泡就好 对啊你换灯泡就好 你干嘛要整个换 他说是整个总成 对 因为那时候他骗我 那我不知道嘛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换过灯 灯泡的话 因为一格是1万5嘛 但是你如果再去找 好像是什么 新车下来他就 这个灯泡就不要的 就的 也可以换那种 那种就更便宜 大概几千块就有 有的会跟你讲说 还不能换一边 因为你换一边可能会有色差 对对对 要两天一起换 对对 但其实没差 你如果没有那么龟毛的话 对啊 就没差 这台车你开了这10年 以满意度来讲 满意度喔 你觉得满不满意 我应该这么讲 因为我上一台开C200 那这台是A4的Avant 那两个其实同级距的车子 就这两台车来讲的话 我个人会喜欢这一台 C200 其实我拆开了五年 我就卖掉了 因为我对那车 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满意 但是这台车 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 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换奥迪 你为什么不换双逼 对啊 对因为一般人还是想说 你要么换什么CD-Bans 要不然就是换BMW 你怎么会换到奥迪去 奥迪那个没有价钱 而且问题很多 没有价钱这件事 你今天有感受到吗 有感受到 没有价钱这个 我今天证实了 是真的 价钱这件事比较低 但是其他的事情 就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比如说 他们说奥迪车很容易漏油 然后很容易就是 小毛病很多 然后常让它去换零件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车 公里数开的比较少 比较少用 然后你都停车库 对 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你觉得你没有遇到 我没有遇到过 而且刚刚看你那个里面 引擎是很干净的 对 因为我那个 其实我洗车的时候 我是连引擎那边都一起洗 对 这台车我最满意的地方是 它的加速 就是以1.8的动力来讲的话 它的加速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因为我上一台开的那台 我其实切到S的时候 跑起来没有贴背的感觉 你是C200 有K吗 没有K 那很慢 有K 有K 是那个Compressor Compressor的 2009年 那一代的C200K 对 那有点笨笨的 对 反应有点慢 卸到S的时候 它反应没有那么的快 对有点慢 不像这个 这个S一卸下去 你马上 KB的感觉就出来了 而且会快到你会怕的 对 可是我觉得你不常开快车 你这个前面的10级的地方 其实蛮少的 就其实只有几个地方了 你正常黑车 你如果是常开快车的人 其实这边都会很多那种 石头的 对 平常如果我觉得还好 就是高速的时候 你如果开那块 我其实我也怕 就是石头这样去打 你会影响到它 那整个鞋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开车 应该算是很安全的人 对 基本上我很少去 对啊 我觉得你开车不急躁 我们要活得长久 因为我们不是活一辈子 我们不是活一下子 所以我们开车还是要稳稳的 遵守交通柜子慢慢开 所以其实你觉得 这台车最满意就是它那个加速 我觉得加速 再来就是整个车的造型 因为我其实 我有开这台车去车速过 去露营过 因为它是整个可以打平 所以难怪现在那么多人 去露营都要买这种旅行车 对 先备车 国贤哥最近也都在看一些那种 可以方便户外的录影 我现在看的纳分就是休旅跟乡车 因为之前录影车很贵啊 而且买不到啊 那现在下来一点呢 我想说现在买 可能实际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因为现在是这个 现在车子难卖 现在是消费者比较占优势 对 大家车难卖 价钱就降下来 就降下来 消费者选择很多 对对对对 很多车都可以选 所以我这次的出来找车是对你 先把车卖掉再来慢慢挑 对 再慢慢挑啊 那太好了 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啊 这个我们又有一个老牌的 国贤哥来我们这边 又可以处理这台啊 这个价钱 相信他自己也有所体会了 毕竟是一台奥体 不过说真的啦 这个那时候十年前 这个车开出去 把马子怎么是无往不利啊 我真的蛮多人都说 有品味 对不对 有品味 这个车开出去是品味啊 不会是那种 比较像土豪的感觉 对对对 比较斯文的感觉 应该是说 比较 它比较雅 我为什么买这台车是因为 我坐进去第一个感觉 我被它内装所吸引 以同样价钱 同样价位来讲的话 它的内装来讲 我觉得比 我刚刚讲 比我上台车好了很多 因为我上台车 同样两百多万买 但是就很良純 对 比较素雅典雅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典雅 那就很符合我的气质 那是这样 我就是一定要 再加上 那时候买的时候 他跟我说这个钢圈 唯一的一台 锻造钢圈 哦 我很喜欢这个钢圈 所以那时候 不是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 那这台车 因为非我莫属 但唯一可惜的是 当时我想买白色车 因为我喜欢开白色车 那时候白色很多 对 但是 因为那时候我问他说 用白色的选择 他说 没得选 只剩这一台 要或不要 今天就要决定 哇 连考虑都没得考虑 选也没得选 后来听完 我考虑了 20分钟我就买 我跟你讲 现在你去买 他是 拜托郭贤哥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什么都有 好不好 你慢慢考虑 好不好 我先便宜你20万 哦 是假的 你回去慢慢想 现在你到每一个车厂 买车整个就不一样 啊 我跟你讲 差多了啦 这个每一个时机不太一样 要找对时机点进去买 对 对啊 那以前人家来找国贤哥 我跟你讲 我是看我skedure 对 找我演戏是不是 我先跟我经纪人 瞧一下 你去找我经纪人 对不对 现在你找我 现在找我 好 OK 可以 有吗 什么时候 都可以 完全赔 通告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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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再聊 嘿嘿嘿 没那么惨啊 那这一台车 你从买回来到现在 你有没有考过期 考过一次 因为有一次我停在那个 市民大道上面 然后在那边等红绿灯 后面突然有一个女生 开的那个 是什么 那种现在不是很多路边的租车 租车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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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开 Iron直接碰到我 大概几年前的事情 应该也有个 十年前 没有没有四五年前的嘛 哦 撞到你的保险桿 就撞到我的保险桿 我突然吓了一跳 因为他的车好像是比较高 对 所以他的牌照 刚好压在我的那个 后跑杆上面 所以我后跑杆上面有他的牌照 他的牌照号码 烙印在你的保杆上面 搞得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去把后面的跑杆 去重新搞过 不是 他跑也跑不了 因为上面只有他的号码 他跑掉 肇事逃逸 犯人是谁清清楚楚 我在路边我笑到 整个躲在地上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就只有保险桿烤器而已 只有保险桿烤器而已 哦 载车十年 嗯 到现在要卖了 就保险桿烤过去 对 哦 诶 有没有 百分之九十吧 嗯 我昨晚啊 其实就是要来你这边之前 我其实心情很不好 嗯 我当兵之前 我开的是中午 都是开二手车 对 开那种五万十万买的那种车子 后来开了五次 我才开始开新车 但是以前因为我都开日本车多 对 最多开到四年我就换 我宾市是我第一台买的进口车 但是第二台这台 也是我这一辈子 唯独一台车子开到十年 哦 前一台是五年嘛 哦 所以有点感情 嗯 所以我昨天其实晚上 我老婆问我说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我也不知道 就说不上完 就是感觉今天 好像要来 嫁女儿 之类的 就是有点舍不得 因为这车它不是不好开 而是真的不需要 因为过去的一年当中 不符合使用 对 只开了两次 那真的是用不到了 第一个东西用不到 第二个趁它还有价钱 对对对 要不然你真的 你继续租下去 你付税金又付 对啊 然后它又一直折价 对啊 那不如让给 下一个 用得上的人 对啊 而且希望下一个 买到这车车的车主人 也能跟我一样 好好地买 这个才是 这买到这台车的人 是真的赚到 嗯 我是觉得 因为你真的顾得很不错 我刚刚看了外观 内装整个已经的状况 我们先不讲带不带财 嗯 至少怎样 结婚 小朋友健康出生 嗯 对不对 我儿子也 坐这台车只过一次而已 啊对 他坐一次 他只过一次而已 那这台车呢 究竟最后 要跟国人哥收多少钱呢 好我们就下去 跟国人哥好好处理一下 对对对 好如果再不行的话 只好 出动我们的阿文 来跟他处理一下 阿文是 嘿嘿嘿 等一下你就会认识了 OK OK 好不好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那个国贤哥也大我没几岁 以前是我妈阻止我啦 我没有去参加那个选拔 你知道吗 不然我又多个对手 对啊 对不对 搞不好我就是那个张若君那个位置 哈哈哈哈 阿湘都转座幕后 蛮 Pope 阿不然 換张克帆的位置也可以啊 跑去大陆呀 你好危险 它不再 它不再现账 找不到再现账了 哎呀 汽车教授 职人喜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发易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寒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